我们现在还是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因为我们国家情况比较特殊 在国内大家没有本土的病人 所以就比较放心 但是一旦有了本土病人 我们就一般都采用非常积极的措施 来解决本土病人的去向 早期的诊断 早期的隔离 早期的治疗 所以这些的方面就是犹豫做得好 所以我们经过了不长时间 就算武汉也就是76天的封城解封了 以后现在武汉非常安全的城市 就这么比较 确实是比较有点痛苦的过程 但是我们换来了八个月 就非常稳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